以色列北部边境一片混乱 黎巴嫩政主党无人机跨境袭击之后 至少十人受伤 一名受伤的乙军士兵送上救护车 就在大家以为能够传口气时 突然天空又传出爆炸声 居然跟医护人员预示到危险破镜赶紧找掩蔽 事后黎巴嫩政主党宣称 无人机发现了乙军阵地 接着发射火箭摧毁了铁装防空飞弹的发射器 但是乙军并未证实 其实本周稍早 政主党才发射多枚火箭 已军启动铁装拦截 只是拦截过后的碎片掉落 遇上夏季干燥风势助长 引发至少两场山林大火 整座山头都在燃烧 道路两旁火势猛烈宛如炼狱 烧掉四百公顷的土地 附近居民扩大撤离 至少这些火箭 根据以色列的火箭和救救服务 其实是以色列的攻击码 以色列还打算征召五万后备役上阵 难保不会擦枪走火 全面开战 同一时间乙军继续地面行动 大量的坦克车开进加萨 夜间的空袭也没有停过 一座联合国辖下救济单位的学校 遭到乙军打击 建筑物严重损坏 这场空袭多达39人丧命 乙军则是变称学校内藏有哈马斯的营地 但是哈马斯否认说里面只有难民 前一天加萨中部的迪尔巴拉 也遭到乙军的轰炸 许多人在睡梦中丧命 废墟中只剩下悲伤跟愤怒 两种情绪 夜里只有死亡的气味 没有妥善保护平民 以色列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上个月CN才提报以色列 设立秘密集中营 关押从加萨结石回来的囚犯 待遇极其不人道 其中营曝光之后引发国际哗然 不止联合国要查 以色列国内也有不小的反弹声浪 只是现在还不清楚 以色列是否会全面关闭集中营 至于何时才能够停火 先前美国总统拜登才抛出三阶段协议 不过外媒就爆料以色列事前蒙在鼓里 拜登抢先公开可能就是为了逼迫以色列硬吞 然而谈判还是没有进展 哈马斯手上还有120名人质 以色列估算可能已经有三分之一不幸身亡 T恤全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